你看到的秀人转型演员 实际上 这一个个台上涉人心魄 距离英气洒爽的男孩们 怎么能不叫人心动啊 那今天咱就来好好盘盘 那些男秀人转型演员的优秀案例 谁说选秀出来的就当不了好演员了 第一位谭剑刺 90年的广西小货 在那个内宇还没盛行男团的时代 他就以MIC老妖 武丹兼Rap的身份出道了 可能你没听过组合名 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 因为在当年的学生时代 实在是太火了 他不像如今的很多选秀爱豆 扣有一副好的皮囊 而是从准备踏入娱乐圈的那一刻起 就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那个时候 他们的男团可是每天都经历着 外练筋骨皮 内练一口气的风历史管理日子 不但练体能 还要练习升台行表 所以这也为他之后的转型道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果然天不随人意 生不逢时的MIC虽然是内地初代偶像男团 但却没有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所以谭剑刺开始向演戏发起了新的挑战 从小演员起步 用配角磨练自己 他珍惜每一个角色 所以也终于迎来了被观众所熟知的军师联盟里的司马昭 他的司马昭 外表看似千只少年 实际却恶毒算计 英式狼固的姿态 以及锋利的眼神 在一种老息骨的包围下 虽然有点稚嫩 但也难盖锋芒 虽然在这部戏里他用的是配音 但是他本人的台词功底 观众们可都是有目攻卤的 是南方人 但却一点口音都没有 比如《病编》里 他饰演的陈刃香 就算把台词截掉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完全不含糊 而到了今年大火的烈罪图件 跟持续更新的《你安全门》里 他的演技 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 虽说两部剧在题材有些相似 但是你在弹剑刺身上 完全看不出来雷同的影子 同时讲课 沈亿就是娓娓道来 温柔稳重 绘画中的历史 现场都是真假混杂的 我们可能要花上一生的时间去分辨 而秦怀就多多少少 带着点不着调的意思在了 在这个长期的网纜工作中 有很多人都是在认为自己 很安全的情况下 放松的警惕 所以我们要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安全吗 所以在弹剑刺的身上 观众是可以探索到 他身上更多可能性的 他不单单只是一个靠外在吸引眼球的演员 而是凭借着真本事 第二位 魏晨 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 他是快男出来的 除了是歌手 综艺上的梗王 他也早早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09年演了那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 他饰演的夜术 帅气阳光 温文尔雅 吸引了一大波粉丝 而到了14年 匆匆那年里的乔然 五年的沉淀 不但让他演技变得成熟的许多 更让很多人把青春跟他联系在了一起 可是他明明可以选择跟有些人一样 靠颜值跟玄秀的红利 沉浸在偶像区霸走的道路上 但是他却选择了转型 所以当我和我的父辈 八百 金刚川的作品相继上映后 大家突然发现 那个青春里温温柔柔的男孩 竟然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 蜕变成了实力演员 就说八百里这段推门而入 谁能把他跟叶硕连接在一起啊 而且最近《消失的孩子》里 他饰演的援舞 给了观众更大的惊喜 不管是脸上细微的表情 没有台词时的眼神戏 还是在动作戏上 他都可以非常好的把控住 第三位 欧豪 如果没有海青 应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欧豪也是秀人出身吧 从电影《左耳》开始 欧豪就基本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他虽然是非科班 但演技却一点不比科班的差 因为长相略带脾气 有种少年的不羁感 所以很多硬汉豪迈的角色 都很适合他 像《猎慧英雄》 八百 他都可以把角色塑造的是 有血有肉 虽然一般接触的都是大影幕角色 搭档呢 也都是很多演艺圈的前辈们 但是看他们打戏 你从来都不会觉得 欧豪演技青色尴尬 第四位 李云锐 是我近期才发现的宝藏男孩 之前以为他是体育生 结果人家是妥妥的大学霸 属于是半路出家 从《创造营2019》出来后 演过四部电视剧 应该是他目前人气最高的角色了 因为不是科班 年纪也比较小 加上资源一直都很运 所以他在剧里的演技 还是比较青色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特定的人设跟配音的价值下 还是非常稀粉的 而且相较于很多爱豆转型 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仪态 对于他的古装 我只有一个词形容 那就是自然 他不像很多古偶男 拉里拉遢 七牛八歪 而是真的有点古风古运在身上的 温润如玉 千千公子 是有在认真揣摩角色的 当然了 跟前面三位前辈相比 他的转型确实不够成功 但对于内宇 很多想转型的年轻爱豆来说 他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榜样了 毕竟人还是要一点点进步的 所以说呀 这秀人转型演员 还真是要有点真本事 才能为观众认可的 如果还有谁 是你心里的成功人选 记得留言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